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我是旷语营传道 今天和大家一同思想传道书三章一至十五节 今天的经文提到万物都有定时 如我们一起学习 将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 并且相信神一切的带领 第一节至第九节的经文是诗歌体财 当中包括了不同的文可技巧 好像平衡句和比喻等等 第一节提到凡事可以说是一个宣告 而定期和定时就是和时间相关 作者在第二至到第八节去讲出凡事的内容 也同时描述人生大部分遇到的事情 都和神对时间的计划有关 第二节至第四节提到人和植物的身与死 生命与建筑物的拆位和建造 人的内心情绪到公开行为表现的情感 这些同样有神的时间 去到第五节描述 抛窄石头有不同的解释 其中一个是人清理石头之后可以耕中 也有说是军队的入侵 这些内容大致是指向建造和毁灭 而怀抱和不怀抱就指出是和亲友或者没有生命物体的拥抱 这里可以见到是和情感关系的建立和断裂有关 第六节是讲到人的拥有和失去 这里的保守可以指为保存 人想尋找和保存失去的东西 第七节的撕裂和逢保 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哀调和结束哀调的时期 因为他们在哀调期会撕裂衣服 其后至到第八节的内容 即可以说是个人和群体对爱和恨的表达 而第九节就是一个小结 也是作者在第一章已经提到的内容 做事的人在他们牢牢的事上又得到什么益处呢 经文十至十五节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生命的看法 作者认为人生遇见事情都是无常亦都多变 这些同时包括好与坏得与失 作者也都没有否认一切的灾祸和苦难 去到第十节 单止可以指为参透神的作为 人希望要参透神的事情 却因此带来了很多的苦恼 作者认定一切是神的作为 无人能够测透 这个是神的时间 亦都同时是神的主权 在十二节 作者提醒人要时常欢喜 好好享受生命 因为没有其他事情比这样更好 人可能窮尽一生 去问生命的事情 作者在十四节 他这么说 他说上帝一切的作为 就好像他的说话一样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是要叫人尊崇神 敬畏神 作者看到人在很多的劳苦之中 虽然不能够参透 但他是可以仍然享受 神所治愈的一切 人人吃喝 在牢牢中享福 这个都是神的礼物 和赏赐 如我们一同作生命的反思 传道书的内容 曾经有人说是悲观的看法 也有人说是乐观的面对 你对今天的经文 又有什么的看法呢 人的一生有着不同的经历 每个人所面对都不同 有时候也都不容易面对 和跨过 但是今天传道书提醒我们 众言牢牢 我们仍然可以享受 神所治愈的一切 众言有仍然未能够明白的事情 我们仍然可以相信 神一直的带领和掌管 在今天的里面 有没有一些事情提醒了你呢 又或者有没有一些事情 仍然困扰着你呢 鼓励你今天就和神去倾诉 愿我们相信 神赐予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独特和宝贵 在生命中珍惜 在牢牢中享福 在艰难中交托 也都是一份相信和放手 愿我们一同讨稿 亲爱天父上帝 求你帮助我们在忙碌 困苦和人生无常之中 仍然选择相信你是生命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 常常依靠你 学习放手和交托 以至当我们单单选择去 相信你的时候 就能够继续面对眼前的生活 求你加添我们对你的信心 相信生命里面 一切都有着神的计划和时间 即使在不同的境况里面 仍然能够享受神所治愈的一切 就好像诗人在诗篇31篇所说 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 阿们